金大尾话题把时间交给一起 好 感谢佳如 今天的金大尾话题要先来看到 香港的瓜居圆圆都知道 但是现在也出现在台北的信义区了吗 好 以往我们的印象都是信义区的房子 不管是房价或者是租金都是非常贵的 但是这一间雅房月租金只要3800元 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 原来这一间的雅房总共是35平 但是它隔成了相当多的房间 总共有10间房 好 我们就来看看它怎么隔的 包含了是把3间的房间隔成3平 另外呢 公共空间之外 另外还有7间的房间你知道吗 都只有一平的大小 等于是小的只够摆一张床而已 但是这样的生活品质当然是很差 最重要的是还可能会延伸安全问题 也会逆向操作 因为很多人最讨厌的 就是遇到漏水或者是臂癌的房子 一般的屋主为了要卖出去 会让利打九折 但是就有房仲发现了 这间房子就在乐华夜市附近 好 这间老公寓大概是有50年以上了 但是它的状况蛮多的 包含是漏水还有采光不佳 但是为了要卖出去 当然开价就便宜了 来到了790万 但是呢 其实在乐华夜市附近的行情 大概都是900万到1200万的 这个790万等于是打了7到9折 那么很多人如果来买到时候出租出去 包含了是每单瓶可以租的1000到1200元 而且这样子投报率还有3% 外账已经多落买房最避讳的就是币癌或者是漏水 但是这些呢 却成了和无主杀价的筹码 被查出涉嫌偷控公司资产2.22亿 还回公司搬走了800万的现金 企图落跑 上个月被北俭鸡押境界 昨天提讯他出庭来厘清案情 研议是不是要再延长鸡押两个月 但是张刚伟的神情非常的憔悴 我们来比较一下像是在去年开远航记者会的时候 大概在12月左右 他的气色还蛮好的而且黑发茂密 但是比较一下像是昨天出现的样子在台北地检署 他就虽然戴着口罩 但是还是可以看出神情是相当憔悴 白发苍苍 不到半年简直是判若两人 这些人会在网络直播拍卖买到便宜的生鲜产品 但是网红乌鸦他就踢爆了 有直播主在网络上把成本低廉的印尼湿木鱼 冒充成台湾的湿木鱼 狠狠赚了两倍的暴力 甚至还宣称这是在照顾台湾的渔民 好 踢爆的影片在YouTube只上传了短短一天 就有68万人次的点阅 好 另外来看到 妹妹到澳洲打工结果离奇死亡 这是台中的有一名女网友就表示 她的妹妹到澳洲来工作却在租屋处不明原因身亡了 没想到火化回台湾之后竟然是以纸箱来装箱 而且还上下跌倒来置放 让她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还要来看到的是新北市的新店民间置户车业者 运送一名80多岁的阿嬷要回到安养院 当时她就先把车子像这样子停在公车停靠区 接纵阿嬷上去五楼之后 没想到一下来车子不见了 因为被拖走了 質疑警方为什么在紧急情况之下拖掉呢 因为车子的头上还有让闪灯 加上后车门也是打开的 就连担架也不在怎么会直接拖掉 结果警方也回应了 说这是因为民众检举 而且并非紧急救护状态 但是这一起事件也引发了正反的两方论战 还有娱乐小喜来看到艺人罗志祥 昨天五二一早就在网络上面写下了7000多字的长文 这就是要跟前女友周扬青道歉 又再度成为了热门讨论话题 没想到在昨天晚上有一个抖音软体上面 某一个粉丝团就举办了投票 投票的内容就是 罗志祥跟周扬青会复合吗 没想到眼尖的网友就发现了 小猪竟然也用自己的账号投下了赞成票 当场被粉丝团抓包 以上就是最新的推播话题 再把时间花给加入 谢谢益晴